印象总统报告的潜见国造小组召集人黄树光 请辞不到三天就传出内部文件大外泄 一份由黄树光写给美商前望进公司的署名信件 希望对方能如期交付产品 否则将导致海上测试延期 影响其他供应商的合约纠纷 信件外流引发舆论哗然 蓝军忧心国安破大洞 就怕还有其他总统籍的机密文件早就被看光光 只有泄露这些机密吗 有没有其他更高阶的机密被泄露 为什么总统府对这件事情如此低调 然后整个国安单位对这件事情 完全毫不重视的感觉 这个东西如果不测查到底的话 我们的潜见干脆不要照 因为你的机密全部被人家看光光 是不是有涉及一些泄密的事情 建调应该认真去查 国防部说信件非机密性质 但优关我国军装备 难道就能随便让外人看 国造潜见 每刀造价高达400亿天价 美国供应商还要喊涨价 蓝军怒哄根本把台湾当盘子 这是为什么量产型的价钱会如此之高 这根本就是被人家当盘子耍 而且还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是不是有人在中间上下起手 你也获得一份利益 我觉得这一切都要测查清楚 外交部也被踢爆 机密文件被放在暗网上兜售 第一时间外交部喊说是认知作战 内部到底查了没 他都还没有查 检调没有介入 怎么马上就甩锅 也显示出外交部队暗网 完全的诉说无策 那更好笑的是 我们还成立所谓的速发部 事实上证明根本就成立一个废物部而已 新政府即将上任 但出包的外交国防 旧瓶装新酒 顾立雄接管国防部 吴钊燮转任国安局秘书长 机敏资料安全漏洞 如何上井发条 520后就看新的赖政府 能不能重拾国安信任 记者张又辞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